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消费者在美国购物的相关法律权利 一 商店退货 许多中国新移民都非常喜欢美国的购物方式 货物购买回来使用几天后 如果发现不满意 随时可以拿回商店退货 商店服务员也不会问太多问题 不过在养成退货习惯后 当商家不给消费者退货时 消费者往往怒发冲冠 其实美国法律在商店退货方面 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商家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讨好客户 但是如果商家在商店内挂出退货规定 而客户符合所有的条件 商家必须按规定退货 如果商家向客户提供保证满意的承诺 如在店内张贴ASIS No return or reformed Or says a final之类的告示 商家完全可以拒绝接受退货或换货 因此在付款前 客户影响商家问清楚 商店的退还规定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信不信有你在美国住久了 有时会发现一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有一天由拆案林送来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些货物 但是你并没有订购这些物品 原来这是许多美国企业 常用的市场推销手法 其目的是让你试用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寄回 如果你喜欢 他们希望你能继续购买 其实你可以将这些不定自来的货物 当成给自己的礼物 根据美国法律 自己没有订 但主动送上门的物品 应该算作礼物 市场推广公司 不能强迫你自己付邮费寄回去 邓宏律师的忠告 使用支票格外小心 在美国 银行都会将客户的银行账户号 与汇款号码打印在其发放的支票上面 除了银行之外 事实上任何人也都可以遵照 规定的格式印制支票 而支票持有人一旦在上面签字 并填好数额 该支票就正式生效 对于支票的使用 大多数民众都有常识 不要将支票给无关人士 并且每个月都应查看银行账户开支明信 确定里面的钱没有被人盗用 然而即使有了基本的防范措施 民众在使用支票时 还是有些骗局防不胜防 美国刑事律师邓宏介绍 各大银行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 都会为自家客户提供一定的方便 虽然客户存入的支票仍没有兑现 银行往往允许客户 先行使用支票的钱款 而许多诈骗集团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利用他人银行账户进行诈骗行为 同时该来案件也往往利用民众贪小便宜的心理 例如有人拿支票找上门 请你帮忙存银行 声称因为他没有合法移民身份 或者自己宣布破产 而怕别人发现自己有钱 请你帮忙存入5000美元 而支票兑现后 你可以留下500美元作为报酬 由于你信用良好 而且银行账户上也有钱 你将该支票存入后 很快就能取钱出来 但是不久之后 银行却发现存入的是伪造支票 或这些支票的银行账户没有钱 或者早已被关闭等 届时这些给你支票的朋友早已不见 而你却不得不承担刑事及民事赔偿责任 邓宏律师提醒 民众开支票前 一定要确定银行账户内有足够的钱款 否则一旦支票票票 银行虽会先假定是由于疏忽造成 允许客户只缴纳罚款 但如果当事人是明知银行没钱或账户已关闭 还连续使用作废支票或伪造支票 则会报警处理 并追回所有预支金额 因此邓宏律师再次呼吁华人朋友 不要为人代存支票 否则不但被利用作为支票欺诈的人头 到头来人才两空 还要受到法律追溯 二 消费者邮购货物的权利 在美国邮购是一种方便的购物方式 消费者通过电话及邮件 就可以订购自己喜爱的对象 但是在进行邮购之前 首先应该对所选择的商家有足够的了解 尤其是对商家退款退货的相关规定有所认识 法律规定商家一定要在广告中 所承诺的时间内 把物品寄到消费者的邮件地址 如果消费者在广告中承诺的时间内 没有收到货物 消费者可以取消订购 如果广告中没有送货的时间 或消费者没有与商家商谈送货的时间 法律的规定是必须在30天之内 将订货邮寄到消费者的邮件地址 否则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 CD俱乐部陷阱 在国中高中及大学的青少年 经常会收到加入CD俱乐部的推销广告 广告声称每张只要999分钱或者是免费 其实大部分CD俱乐部都设有关门打狗的陷阱 他们先用非常便宜 甚至只有几分钱的CD作为引诱 一般的学生因为可以免费或低价 获得自己喜爱的CD而加入 却没有仔细看清楚里面的小文字 等后来发现价钱越来越贵 拿出以前的资料一查才知道自己上当 因为接受了低价或免费的CD 你就必须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CD 而这些CD的价钱会是正常价格 或比正常价格还高 而要退出俱乐部仍要交一笔罚款 如果订购者为未成年人 家长可以与商家联络 表示在美国未成年人 18岁以下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因此小孩及家长将不承担合约中所涉及的责任 三 航空公司定位爆棚 航空公司为了保证飞机的座位满载 常常通过各个旅行社 售出超过飞机座位数量的机票 因此有的旅客到时会没有座位 有的航空公司可能采取动员乘客主动让位的办法 凡是主动让位的乘客 可以得到现金退款及优惠券 美国法律规定 凡是预定60座位以上航班的乘客 只要是已经确认了座位 但是由于航空公司的原因 没有办法搭乘锁定航班 航空公司应该安排以其他的方法 使这位乘客比预定到达时间最多晚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如果到达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不足两个小时 航空公司必须给这位乘客单程机票费用的补偿 但是机票的金额不能超过200美元 如果超过的时间为两个小时以上 则应该补偿双程机票的费用 但是机票的金额不能超过400美元 4. 行李丢失或被损坏时 根据联邦航空法规定 在美国国内航线发生行李丢失或损坏的情况 最高的赔偿额为2500美元 如果是国际航班 最高的赔偿额按美邦9.07美元的标准进行赔偿 根据这个标准 可以推算出国际航班的最高赔偿额 不会超过635美元 但是获得上述最高赔偿额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能够证明损失的所有物品都是全新的 另外诸如首饰、现金、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 是不再赔偿之列的 因而乘客在乘机时应该随身携带这些对象 5. 网络购物的安全 在发送自己的个人资料时 首先要注意所使用的购物网站一定是有安全保障的 安全的网站一般加注S的标记 即https或有所的标志 其次如果网站填写表格的选项是选择性 尽量不要添 再次应当使用一张专用于网上购物的信用卡 万一发生问题可以立即停掉 而不至于产生其他影响 最后选择由BBB Online和Tracy认可的网站购物通常是安全的 因为BBB Online和Tracy选定的商家 都经过了商会的资格审核 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邓宏律师的忠告 银行授权书委托书不可乱签 不少新移民在语言不通又不熟悉美国法律的情况下 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不足 往往容易被人利用骗取钱财 其中常见的一类案例就是 当事人跟银行签署授权或委托书 将有关自己银行账户的资金活动 全权委托朋友负责 不料朋友随后起了歹念 利用授权书赋予的权利将自己账户内的存款一卷而空 很多时候新移民到银行开户往往需要朋友帮忙办理相关手续 也有留学生朋友不在美国期间 希望委托朋友代管银行账目 这些情况下银行往往需要当事人授权 而授权一般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Junged Account 也就是开户时加另外一个人名字进去 然而相当一部分授权人却并不了解 一旦加入他人名字 该联名账户人不但可以开支票 也能把账户里的钱都转走 第二种授权是通过签授权 委托书 这种情形下同样有授权人 等到钱不见了 当事人才恍然大悟 更有甚者账户被人利用 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 为了避免成为这类案件受害人 邓洪律师提醒 第一开户时不要乱加他人名字 第二银行职员即使讲中文 让你签的文件往往是英文 而其翻译未必准确 因此最好让职员将开户数据提供一份给你 拿回来请律师或会计把关 将数据填好 尤其是Power of Attorney这类文件 万万不可随便签署 同时也建议你向银行索取 所有你签署文件的复印件 自己保存起来 万一发生纠纷 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签了哪些文件 并及时拿给专业人士查看问题进行处理 如何防范自己的身份被盗用 盗用身份在近五年间 已成为成长最快的犯罪活动 估计每六位民众中就有一位身份被盗用 一旦身份被盗用 消费者的信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避免自己成为这些新潮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消费者应了解如何防范自己的身份被盗用 防范身份被盗用措施 一保护您的社会安全号码 不要把社会安全卡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 如果你的健康计划 或者其他磁卡上使用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应该要求这家公司提供不同的号码 以免外人能从中获取到你的社安卡号码 二小心网络钓鱼切莫上钩 犯罪集团会冒充银行商店或政府机构 吸引受害人上钩 他们的手法是使用电话电子邮件和一般邮件 冒充这些机构来索取你的个人资料 除非是你主动联系 否则不要提供个人信息 如果有人要求查证你的账号或密码 不要理会 正当的公司不会以这种方式索取此类信息 三不要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当成垃圾扔掉 在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纸张前 最好用碎纸机将它们粉碎 此外务必撕碎你不使用的信用卡申请函和便利支票 四保管好您的个人财务信息 加州法律规定 你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 在与外部公司分享你的个人财务信息之前 需要征求你的许可 你还有权限制你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关系企业 分享你的某些个人信息 五保护电脑避免病毒和间谍软件 保护家庭电脑中的个人信息 使用复杂的密码 至少八个字符 同时包括字母数字和符号 你比较容易记 但是别人很难猜 使用防火墙防毒和防间谍软件 并且定期更新 只从你了解和信任的网站下载免费软件 不要安装不认识的软件 把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的安全级别 至少设定为中级 不要点弹出窗口或垃圾邮件中的链接 六小心浏览网络 网上购物时 要在输入信任卡号码或其他个人信息之前查看网址 请在安全的网页上输入个人信息 这些网页的地址栏中有HTTPS 而且浏览器窗口底端有一个挂锁标志 这些标志意味着你的信息会被加密或打乱 防止被黑客盗取 七每月查看账单和银行对账单 当收到信件时 立即打开您的信用卡账单和银行对账单 仔细查看任何未经授权的收费或提款并立即报告 如果账单没有按时寄到要打电话询问 这可能意味着有人已经更改了联系信息 以便着手使用你的身份 八要求停收信用卡申请函 预先批准的信用卡申请函 是盗取邮件的身份窃贼所寄予的目标 民众应该把自己的姓名从信用局营销名单中除名 消费者可拨免费电话 或上网要求信用卡公司停止即发这类邮件 随时提出质疑 当有人让你提供对某交易看似不是当的个人信息时 你一定要提出质问 询问这些信息如何使用 是否会被分享 如何获得保护并解释你担心身份被盗 如果你对回答不满意 可以考虑停止于该人或商家往来 10 免费查看信用报告 监控信用记录是保护身份不被窃取的最好办法之一 民众每年可以从三家全国性信用局处 各获得一份免费信用报告 它们分别是Equifax Experate和TransUnion 你可以让以上三家信用局成为你免费的信用监控服务机构 方法是分别索取每隔四个月换一家机构 信用局也提供更全面的监控服务 费用从每年44美元到100美元以上不等 可向3w.livelog.com订购该项服务 或拨打免费电话1877-322-828 或上网索取每年的免费信用报告 洞宏律师的忠告 小心保管护照 防止银行账户资料被盗 在美国 银行允许外籍人士开设账户 因此不论留学生 新移民还是来自两岸三地的游客 只要持有护照 就能够在银行开户 然而 这项针对外籍人士的便捷服务 却被不少骗子利用进行步伐勾当 美国刑事律师邓宏介绍 很多大陆游客留学生与新移民朋友 没有在美国长期居住 且不熟悉美国法律 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不足 往往成为犯罪集团下手的目标 法人社区近些年就出现了诈骗集团 伙同某些从事旅游业的地赔 将外籍游客护照拿到手后 之后复印下来 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银行申请开设账户 等到账户建立好 再存进假支票 或利用账户申请信用卡等一系列身份欺诈 骗取钱财 邓宏律师提醒 所有来美的留学生及外国游客 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证件 不要把护照随便借给别人使用 否则可能被不销人士拿去开设账户 或申请信用卡 从事非法行为 未来进而影响当事人 再次入进美国或申请移民 另外旅行途中选择导游地赔 也一定要挑选有口碑 信得过的专业机构人士